我今天跟同学们分享的主题是 蒙神祝福的生活 然后我们圣经打到真言书三章一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记在你的镜像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 蒙恩宠又聪明 OK 这么短短的几节经文呢 包括了生命 长寿 平安 恩宠和聪明 这一切都在神的话语里 只要我们谨守遵行神的旨意 他就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我们 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就是得到主的生命 有了主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 就可以进入天国 一个有了主生命的神的儿女 才能荣耀神 才能为主做工 才能成为和神心意的儿女 有了主的生命 有了永生 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过平安的日子 有健康的身体 因为神造人本来就是让亚当和夏娃 在伊甸园里享受快乐的生活 可是他们却失去了神的祝福 如今我们这些蒙神 蒙恩的神的儿女呢 在主耶稣的生命里 进入了神的安息 得到了神的无限的祝福 只要我们听主的话 我们就可以永远过蒙神祝福的生活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而人若靠着自己的努力 无论多么成功 都是世界的努力 那同学们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那钱呢永远都赚不完 事呢永远也做不完 所以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呢 其实每个人都得到了神的祝福 人的整天忙忙碌碌 实际呢就是 跑得越快呢 就是往哪里跑 往那个死亡里面跑 你跑得越快呢 离死亡越近 那所以说大家呢 把生活慢下来 不要太快 真是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喜乐 也常常会忧虑 他们的财富成了他们的负担 他们的人生常常会受到困扰 真正的祝福呢 是神给的 只要我们听神的话 就可以得着 这不需要你拼搏奋斗 不需要你费尽心思 也不需要你辛苦劳碌 我们只要安安静静地 顺服神的旨意 只要听从主的命令 神就会让我们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什么 得永生 圣经里呢 很多敬虔的人 都得了这样的安典和祝福 很多相信 很多相信的基督徒们 也得到了神的安典和祝福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也都是因为得了祝福 然后今天才坐到这里 那么 一般呢 到教堂的人呢 也都是得到了神的祝福 那我们今天做的神学院呢 更是门了神的祝福 如果呢 你也想得到神无限的安典 那现在就要 唯一的事情要做什么 要听主的话 现在就遵行天父的旨意 那我来到风中神学院呢 三年 那三年下来呢 可以说是 用一个词形叫amazing 那 you know why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真正的感受到神 当初孤照我来到这里 神对我奇妙的带领 那过去的职场生活 不易 但是呢 刚来的时候呢 求学的生涯 是难上加难 虽然难呢 可是今天我还是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呢 我都觉得 经历了什么呢 这里面充满了神 让我们学的功课 神让我们 给我们的智慧 走到今天 我明白了这一切一切的安排 都是上帝的美意 当我们 哭 我们大吵大闹的时候 其实神却是从天上 看我们这亲可爱的孩子 在笑 神的信实和慈爱 永远长存 神的应许 真的是一个也不落空 三年以来 在风出神学院 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我学到了 什么是人的智慧 什么是神的智慧 可以这么说 我来到这里三年 神实现了我二世的梦想 神让我遇到了真正的 完全的美好的爱 同时 在我住的家的附近呢 朋友们介绍呢 我也讲会 到三百人左右的教会 成为一个 聘我做主治学的老师 其实真的非常感恩 刚一毕业呢 神就为我预备好了 前面的道路 那我呢 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所以说这样的路呢 都是在重复地走 那这里面做了 好多新的同学 当你们过了 这三年之后 那你们也会 心中有很多感慨 丰收神学院 真的是属灵的大家庭 院长呢就像宽容 自在的父亲 那师母真的是像 温暖体贴的母亲 那我们长老呢 那真是个宝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善良 智慧 然后爱神 爱丰收神学院的 每一个学生 爱护丰收这个大家庭 是一个响当当的 神的好仆人 神讲一匹一匹的学生 送到丰收这里 接受装备 然后又讲他们 又讲他们 奔向世界的四面八方的 河场和职场 去传福音 伐种 收割庄稼 去发光发热 那今天呢 我从这里毕业了 那带着期盼 也带着使命 也带着梦想和笑容 那感谢丰收神学院 也感谢院长和师母 感谢长老和同学们 大家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互相帮助 然后彼此相爱 取长普段 共同见证神的真道 真的是感谢 非常感谢上帝的看顾 和保守和带领 真的是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的讲道 就是这些 希望大家过 蒙神祝福的生活 谢谢 谢谢大家 這樣聽得到 各位同學大家好 跟大家好像就只有 我們最後這一個學習階段 才認識大家 失蹤很久 好 我現在來做我的畢業的一個講道 感謝讚美主 主啊真的是 感謝你讓我們在豐收裡面 有一個學習的環境 讓我們彼此來互相學習 主啊真的是求你保守我們 在後面 主啊在後面的要比在前的 主啊更強更強大 求你祝福他們 這樣祷告奉主耶穌命求 Amen 我今天的專題演講是穿上新人 請我們打開羅馬書六章六節 我們一起來念喔 因為知道我們的救人和他同釘十字架 使罪生滅絕 叫我們不再做罪的奴仆 在這裡這個在這裡呢 我們所學的基督呢卻不是這樣 你們聽過他的道領過他的教 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救人 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漸漸變壞了 又要將你們的心智改換一新 並且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所造的 有真理有仁義還有聖節 在這裡呢 保羅所說的在基督裡面的新人 我們需要每天來學習一個脫去跟穿上的功課 保羅藉著這兩個字說明了得勝的基督徒的生活 不能靠著自己的力量活出來 而必須是穿上基督的生命 穿上表明的並不是我們所擁有的 而是需要每天從主那裡所領受的 許多基督徒的失敗 就是想要靠著自己的力量 勉強地活出一個基督的生命 若比較加拉太書跟保羅所提的聖靈的九種果子 就會發現我們這些的美德 其實都是聖靈的果子 是從神而來的而不是從我們人而來的 所以我們需要依靠神 學習每天向祂知取所需要的美德 有人說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好像生命中有一口井 而且這一口井是非常的深的 可以湧流不盡的水 我們需要 我們基督徒的責任就是要每天要去打水 而且要去找井 我想到在這個當中裡面 我想到一節在就業當中有一個故事 就是在就業中有哪一個女人 她是到井邊去打水的 利百家 所以利百家她到井邊去打水 我們一起來看那個創世紀二十四章第十四節 我們一起來念 我向那個女子說 請你拿二十四章第十四節 然後我們一起來念 我向那一個女子說 請你拿下水瓶來給我喝 她說請喝 我也給你的駱駝喝 願那女子作女 預定給你仆人以煞的妻 這樣我便知道你施恩給我主人了 在這段的經節當中 讓我看到利百家的一個優點 你看 在她的前段經文她描述到 當天是不是很多人在井邊上排隊的等著 那一口井 就為了要打那一口井 要水打上來 所以很多人都在排隊 當這一個人呢 她走到利百家的旁邊 她就跟她講說 你手上的瓶子來給我 可以把你的手上瓶子的水來給我喝嗎 你想想 一個女子她排了這麼長的隊 打了好幾桶水 是要給他們這一家人 一天所使用的水 所使用的 而這個人她一過來她就說 把你手上的水瓶現在給我喝 是立即而且是馬上的 而且並且這個利百家她馬上就講說 我不僅給你喝 我也要給你的駱駝喝 所以她願意把她手上所有的東西 馬上就給這個她不認識的人 而且她向她要求 她把這些所有的東西都已經給她 所以呢後來 怎麼著呢 她在 她因為她做了這個動作 神就給她了後面的祝福 而成為是以撒的妻子 後來利百家有沒有得到很多神的祝福 有嘛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來到井邊打水的時候 神就會把祝福給你 新約中的井邊打水的女人 她遇見了耶穌 生命被耶穌所反轉過來 井邊的夫人已經有了五個丈夫 意思說她尋遍了愛情 她所認為的愛是她肉體上所想要的 而卻從來沒有滿足得到 遍尋不著 她所要的那個愛是永遠不可的愛 而當她到井邊來她就遇見了耶穌 如果你感覺到 你非常的缺乏的耐心跟溫柔 請你來到神的面前跟神來承認 你真的是沒有 缺乏了耐心 缺乏了愛心 也缺乏了要去打緊的那個心 要去努力 跟神來承認你的缺乏 把你的那個空的桶子 帶到神的面前去 神就要用他的忍耐跟溫柔來充滿你 所以不要為了我們自己在人際關係上的衝突而埋怨 而這正是我們要穿上主美德的機會 多年前我很有耐心的開始 有小孩子之後 我發覺我非常有耐心的帶著我的孩子 然後我覺得我用我的耐心跟我的愛心去觀察她 去呵護她 給她每一件需要 可是到了她二、兩歲半的時候 她開始學會跟我講 No, No, No 就是說給她吃這個也不是 給她吃那個也不是 我開始fustrating 我開始非常的煩惱 我每天要做什麼菜 每一頓飯要做什麼給她吃 這個時候我就開始一直在埋怨 後來呢 我就到神的面前來禱告 神就讓我發覺 其實是我的耐心不足 我後來禱告之後 神給我一個非常巧妙有智慧的方法 就是我要每次都用笑臉來 就是說 本來你是很fustrating的 很生氣的人變成是一個笑臉 而且要用一個很逗趣的方式 來轉移他的注意力到其他事情上面 他就會去吃那樣東西 所以要常常 把你所不足所缺乏的 你很煩惱的事情帶到神的面前 就算是一件小事 神也會告訴你如何的做 這是我在這過去的幾年裡面所學到的 而且也讓我少在這些事情上犯罪 也少生氣 也少擔憂 非常的感謝神 常藉著身旁的人讓我們知道自己的缺乏 然後才知道如何在他面前 穿上屬主的美德 要將你們的心智改換一新 改換一新 他裡面有一個人偷了一樣東西 他那個城他就供不進去 所以他常常要來跟神來認罪 而且要天天禱告 心意更新 我們要一句話都不可以說出來 而且要隨時要說出一些造就人的好話 要講出來的話要人家可以得到益處 不是要叫聖靈來擔憂 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 等著是救贖的日子來到 保羅提醒信徒在話語上要多多操練自己 不要說出誤會的言語 要積極地說出好話 而且不是只有說出一兩句 而且是要隨時造就人的話 話語我們不可以傷到人 而置於人死地 但是也要能夠讓人夠死裡而復活的 一些話語來造就別人 如果我們在一個小孩子 如果我們父母一天到晚在賣小孩子沒有出息 孩子將來必定會沒有出息 如果我們常常鼓勵孩子 確實孩子的心不斷地被提升 當我在美國工作的時候 而且我是找保姆的工作 我一邊工作我一邊禱告 我尋求神說主啊 我未來的日子該如何走 但那時候我是單親 然後他就要我所做的事情 都跟我以前做的事情不一樣 就是從事幼教工作 教中文學校 之後我覺得那個income已經不夠 survive了 中文學校一個月才一千塊左右而已 連租一個房間 然後只剩下兩三百 加油吃飯根本都不夠 我跟神呼求神給我馬太福音裡面的一句話 他說你去服侍那最小的就是坐在那最大的 當時我就問神說主啊你有沒有搞錯 這個已經不夠小了吧 叔說不是不是要更小的 那是出生孕兒 他說是 我那時候完全沒有 我除了帶我兒子之外沒有帶過別人家的小孩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學 我努力看一些就是像保姆之類的書 月子的書 結果當我第一次去坐的時候 那家剛好是基督徒 而且是一個姐妹的家 是別人介紹的 他非常的感恩我帶他的孩子 他覺得說我帶他的孩子 比他親自帶他第一個孩子還要用心 而且知道這個孩子為什麼會哭 這個時候他為什麼會叫 那我完全告訴他之後 而且我非常順手 而且都做得非常的順 小孩子一下子第一個月可以長到十棒 所以說我結束之後也跟他交流了一下 他說為什麼你會知道這個小孩子在嗚一下 嗚一下 屁股扭一下 你就知道是要去換尿布了 其實我覺得這是神給我的一個恩赤 我就是很會去觀察人 所以我從這些細節裡面 神也給我在從這個當中裡面 得到我說應該得到的公家 所以我每次坐在一個月子 他就給我一個bonus 可以達到八百塊 全最高到一千 就是非常的感謝神 所以一路上給我這些恩赤 也讓我在這個童子當中 去餵養他的小孩子 所以說我變成 後來就變得非常的專業 我從零歲到四歲 對他們家的家庭就好像一個朋友一樣 又好像一個諮詢師 他們常常有一些問題 他就問我 可是神在很... 剛剛好那個moment的時候 就會給我一個金句進來 就告訴他說 你在這個時候 譬如說他常常跟他先生吵架 那曾彥商是不是講說 不可以怎樣 以爭吵的婦人同處一室對不對 然後爭吵的婦人就像怎麼樣 屋頂上面漏了水 以滴一直下來 所以我有時候 他沒有跟我講的時候 神就給我這兩句話 我就知道他常常跟他先生吵架 因為他不會在我面前跟他先生吵架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 會用一個很巧妙的方式 委婉的方式告訴他 勸戒他說 其實當你覺得很累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休息 去外面瞎評一下 我說我在看你孩子嗎 你老公也不在 你就去做臉啊 去做個Spa幹嘛的 然後去做你想要做 或是去運動 你回來之後 你的心情就好很多 所以常常我就跟我的 這些老闆就這樣子 In and out 所以當我時間到了 我走了 他們還是常常會 test一下 或說 Judy你現在在幹嘛 然後怎麼樣這樣這樣 工作如何 他們已經成為我非常 我的工作裡面的一個reference 在美國reference 你工作的reference 是非常重要的 那神也在這方面 也非常的祝福我 在那同時我也在 豐松小學院修過幾堂課 叫心理輔導學 所以我在心理輔導學 學了幾堂課之後 就是學到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訣竅 就是你常常聽到一個人 在痛苦埋怨的時候 你就是要成為一個 很好的聆聽者 然後不要很快地回答他 你全部把他故事聽完之後 哭啊叫啊沒關係 他罵人也沒關係 我們就 哦是 是 你表現一個 溫柔千和的態度 一直聽到是 是 通通都不要回答他 最後神他會把一個 非常有智慧的話語 金句給你 就飄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就從那個金句裡面 你就開始 哦想一下用什麼方法 來跟他解釋 當然你會跟人家講說 我的神現在告訴我 哪一章哪一節 你會把人家嚇到 你要用一個非常溫柔的方式 去告訴他 事情如何地解決 如何地去處理 所以 我們在 生命裡面 常常要去找警 那口警就是 你如何地與神 來連結 聖靈在我們裡面 你要常常讀經 你常常要禱告 在你急難要用的時候 那句話語就出來了 感謝讚美主 所以一句話就能夠造就 所以我們常常能夠 能夠在一個 即時的時候給對方一個 非常緊急的一句話 勸勉他們 這是我們成為基督徒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門功課 韓國的趙佑基牧師 曾經做了一個見證 他的孩子小時候功課不好 有一次曾經拿回來 只有考35分 他氣得大罵 後來主責備他說 從你以前到現在 你失敗過多少次 天父也從來沒有用 這麼嚴厲的話來責備你 更何況你責備你的小孩 從此以後 趙佑基牧師 他就說 你今天考35分 好沒關係 笑點迎接著他說 沒關係 我相信你下次可以考40分 你可以多考個5分 然後下次 他真的達到40分 就說 我相信你下次一定 下一門課 你一定可以達到45分 所以你一段一段的足高之後 他就達到你所要的那個標準 用鼓勵的方式 後來趙佑基 他自己在書本上 他寫了說 後來他孩子的成績 都一直維持在80分以上 所以非常的感謝主 一句造就人的話 真正帶來這麼大的能力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吝嗇的去說出來 中國人常有常的說 愛在心裡口難開的人 的難處 不懂得鼓勵周圍的人 所以當我們夫妻之間 在吵架的時候 或者是一個生命比較低落 他有沮喪的時候 我們常常要當彼此的啦啦隊 表現好的時候 我們要大聲歡呼 表現不好的時候 拍拍他的肩膀說沒關係 下次再來 若我們的口不說出造就人的話 反而說出誤會批評論斷的話 使別人不但不能得到幫助 反而受到傷害 就會叫聖靈擔憂 弟兄姊妹們 你的話語受過操練嗎 求主包收我們的心思意念 口舌常常被主的靈來捷徑 好讓身邊的人天天可以經入 經歷主的香氣 是來自你身上的香氣 因為你與主連結 感謝讚美主 謝謝 謝謝